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他的手机 大部分人应该都不喜欢别人看自己的手机 这一点上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几乎都是不离手的 更不会让别人随便就看 因为在手机里我们放着很多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女人都不喜欢别人随便翻手机 何况男人呢 对于男人来说 要是这个人不是很亲密的人 男人一般是不让这个人翻自己的手机的 要是有这么一个男人 你在看他手机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密码 他的手机里的所有东西 全部都放在你的面前 那么 这个只能说明 这个男人的心里已经有了你 这个男人已经把你当成自己最在乎的人了 所以这个男人在你的面前 他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秘密的 当今社会 一个人的手机里 往往藏着他最多的秘密 电影《完美陌生人》中 一群朋友 几对夫妻 看上去都是和和睦睦 关系极好 可是当他们手机里的内容被公开时 藏在黑暗中的秘密 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暴露出来 恩爱的夫妻 其实都对婚姻不忠 相较多年的挚友 其实各自心怀鬼胎 就像电影开头时的那句台词说的 这手机里面有我们的一切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黑暇字 要是能看对方的手机 有多少夫妻会分手啊 现实或许没有电影里那样狗血 可手机里的东西 的确有很多不可轻易于人眼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男人还敢让你看他的手机 说明他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秘密 这是一种坦然 更是一种交托 因为他不愿在你面前假装 也放心把自己的软肋 交到你的手上 二 他的圈子 一个男人 只有真正喜欢上某个人时 才会愿意和你交往 和你在一起 让你去慢慢地了解他的圈子 他会让你认识他的家庭 认识他的朋友 会让你认识和他有关系的所有人 对你没有隐瞒 真心地去对待你 这个时候的男人 已经把你当作是自己的爱人了 在对待爱情的时候 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女人可能是因为那个人对自己挺好的 所以喜欢 但是男人一定是因为真心喜欢一个人 所以才会愿意让你进入他的生活 看过一部日剧 叫《指的新生活》 剧中的女主和男友是同事 但是两人的恋情一直没有公开 明明是正常大方的谈恋爱 却谈成了地下情 女主虽然不开心 但是由于男友的坚持 还是默默忍杀了委屈 直到有一天 女主偶然间听到男友 在几个男同事面前吹牛 说自己和女主在一起 不过是因为合适 根本没有多爱她 女主被气得晕倒在地 还进了医院 更让人生气的是 男友非但没有对她盗窃 反而还照常出差了 这使得女友才意识到 哪有什么不方便公开 不过是因为不是真爱 有句话说得好 只有不爱才会遮遮掩掩 而爱就是大大方方 如果一个男人和你在一起 却不把你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 不让你进入他的圈子 那只能说明 他只是想跟你玩伴 而认真和你在一起的男人 只会恨不得昭告天下 你是他的 他会牵着你的手 走进他的世界 三 他的钱包 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说得很有道理 钱不是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 但是愿不愿意花钱 是衡量一个男人真心的标准 一个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虽未必真的爱你 但提到钱就害怕的男人 那他真的就不爱你 可为你花钱的男人 不一定爱你 连钱都不愿意为你花的男人 一定不爱你 当一个男人真心爱你时 一定不会令则雨在你身上花钱 毕竟这个社会很现实 玫瑰 礼物 烛光满餐 这些浪漫都需要用金钱来支撑 他未必非得为你一支千金 但肯让你花他的钱 说明他是认真想和你在一起 因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钱包只是属于自己的自由物品 不单单是用来装他的钱的 里面还有很多私密的东西 钱包 一般是不会轻易让人去触碰的 你想想 要是一个男人对你没有防备 愿意让你看到他的钱包 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个男人是信任你的 说明你在这个男人心中 是很重要的 因为重要 所以他才会对你信任 对你没有防备 对你放下自己的所有戒备 愿意让你去看 当一个男人真的能够做到这点的时候 那他一定就是很喜欢你 真心喜欢你的 他是真的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最好的感情 是你们能够独自负担起自己的物质需求 同时又对彼此敞开钱包 也敞开心扉 无需试探推拉 爱得坦坦荡荡 爱情和物质本就不冲突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是绝不会只知道说我爱你的 相反 他可能不善言辞 但一定会努力工作赚钱 为你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 他会大方地将他的存款 全部交给你来保管 让你能够感受到他的真心和诚意 男人的钱在哪儿 他的心就在哪儿 一个愿意将自己的身家都交给你的男人 一定深深地爱着你 言语无法表明一个人的真心 但行动却可以 想知道男人爱不爱你 不用去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他若真的爱你 那么他就一定会尽甘情愿地 让你触碰到他的这些秘密 对于爱情来说 男人和女人注重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女人会因为一个男人对自己好 就会去喜欢一个男人 可是男人不会单纯因为一个女人喜欢 而去喜欢那个女人 但是当男人真的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也绝对不会含糊 因为是真心爱你 所以才会想让你融入到他的生活中去 所以 女人如果在生活中碰到这样的男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毕竟过来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